大家好,我是李昂 这次我来讲讲如果想在绘画方面进步 必须要具有的几种思维 喜欢我的内容或者作画的朋友可以帮我点赞订阅 我的Discord群有一个真诚幻想的创作企划 陈邀各位一起加入创作 也可以在群内交流学习 邀请链接在频道简介和影片简介里面 很多朋友肯定会遇到某些医谋的时刻 就是所谓的瓶颈期 但我的瓶颈期可能只出现在创作方面 比如创作独有的构图 独有的颜色 表达独有的想法 创造独有的角色 在绘画技巧的成长上 我其实很难遇到真正的瓶颈 遇到的问题一般都能够在有效训练下解决 就是拥有这几种思维 所以这期我就把这些思维分享给大家 帮助各位度过这些时刻 第一就是认真描绘 一个人是否能安安静静专心的描绘一个物体或者场景 常常是我拿来判断一个人是否适合学习绘画的标准 无关于水平 一个人认真描绘东西的时候 画面表现出来的真诚和细节是任何绘画技巧 套路 规则堆积都无法比拟的 所以很多大师在年老之后 绘画很多都会回归质朴 但却非常感人 这就是因为常年的技巧思考完全凝聚在简简单单的画面里面 有意识或无意识给人带去思考和想想 当然认真描绘不光是大佬才具备的特质 认真描绘是一种人类的本能对图像的处理 这种处理是最能够让你全身心投入绘画 当你全身心投入绘画的时候 进步就是一件附加的事情 因为当你全身投入的时候 不管你投入的是什么 你都会全方面的去思考你的行为 从而影响到你的画作 比如说从美观上 从你表达的思想 还有使用的技巧 物理 还有材质 细节 等等去考虑 这种毫无保留的作画习惯 每一张都能够比你不动脑子或者临摹 100张那些作品有用 为什么有的人进不快 就是因为他每一次都倾尽全力 这样一次获得的经验值就是普通投入的几何倍数 那些只想找捷径快速出效果的人 也许你该考虑考虑你有想过你有认认真真的思考或描绘过你所画的东西吗 第二 举一反三的纠错能力 举一反三的能力无疑是任何工作学习提升效率的一种技能 如果说理科举一反三你可以通过提型去轻松归纳反三的内容 但绘画则更加的散 需要你有更清醒的头脑和认知 因为绘画会遇到无数的相同却又完全不同的问题 由于作画的时间很长 很容易就陷入到某种混沌的状态之中 很多显而易见的问题 犯过很多次的错误都会以不同的形式无限重复 而如果你真正的在学习绘画写生 你就会发现同样的东西每次画都会不一样 如果我们有玩过mobile游戏 或者是体育运动的人都可以这样理解 每一次对局中 即便对线的玩家和英雄都一样 每一局出现的状况却未必相同 所以我们需要尽量的去把游戏带到自己的胜利节奏当中 比如利用各种地图资源 时机去衡量什么时候推打 比如我们都知道打英雄联盟需要争夺小龙 可以更好的拿到胜利 但是什么时候拿小龙 拿到哪一条小龙 是偷是抢还是集结队友打团战 每一局都在发生 但是情况其实都不太一样 还有核实团战预测对方下一步做什么 通过所有的争夺 一点一点的让自己取得最终的胜利 而大家的胜利法则是几乎相同的 每一局应对的状况确实很不一样的 绘画过程也是这样 写生每一个小时都有可能有不同的状况 每一次面对大同小异的写生物 你都有不同的情绪 如何去稳定的检查出同样犯过的错误 去完成不同情况下的写生 是一件还是比较复杂的事情 归纳某些时刻 某些状态 物体呈现的样子 和你自己的下意识造成的错误 就会让你更加容易进步 这里我就不提灵魔类的绘画了 包括画照片 前面的影片也已经说过 灵魔类的绘画练习 对于绘画这项技能来说 其实没有特别的意义 灵魔的好 是靠别的练习反哺的 灵魔的不好 你也很难在灵魔中 领悟到一些实质的感受 第三 克服惯性思维 在我们成为一个专业的绘画者之前 我们有无数的各种各样的惯性思维 有的是因为大脑不成熟 眼睛没受过训练造成的客观的认知 有的是因为常年累月各种小习惯造成的下意识 还有的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学到 或者被错误的老师教了错误的理念 这些都是需要在长期的训练中 通过不断的客观的理性的分析 学习 并且在有正确的参照下去纠正的 这一点是比较痛苦的 比如我小时候其实一直都比较胖 当我最开始接触正统绘画的时候 画的立方体永远都会比正常的立方体要胖一些 为了画得更好 我不得不主观的强行让我画的立方体要瘦一点 不管我看到的是什么 我就强行画瘦一点 多画几次才能纠正这一个问题 然而这样的惯性思维在绘画成长中会遇到很多很多 并贯穿始终 包括现在的我也有新的惯性思维 但是完全克服惯性思维也会让你的绘画缺乏个性 所以哪一种惯性思维保留下来也取决于你当下的审美和意识 还有作画的目的 如果被教导了错误的绘画理念的话 那就比较糟糕了 众所周知 人类之间是几乎不可能互相说服的 除非你自己从心里去相信去改变 否则是无法改变大多数自己的观念的 所以如果你还是白纸一张 就需要谨慎的选择你所要学习的绘画道路 选择老师的问题 过去的影片我说过很多 可以在新人的技术技巧 新人的学习态度 以及自学还是付费学习这三个影片中我都有提到 有兴趣可以去综合起来看一看 第四 利用工具 特别是电汇 尺肢和萌版是我们在练习绘画的时候都不太建议用的 因为绘画练习是在练习我们的基础能力 练习的就是要克服很多 就是手上的问题啊 脑子上的脸眼上的问题 这种情况下尽量不借助工具会让训练效果更加好 但是在绘制完整的插图作品的时候 早一点熟悉使用工具辅助绘画并养成习惯 会让你的作品完成度和精美度都大大提升 包括且不限于各种3D 贴材次贴素材 现在有很多大神都在表演不用工具或者少利用工具绘画 但是对于缺乏20年绘画经验的我们来说 要画出更好的作品 运用辅助是肯定的且必须的 特别是电汇 电汇的萌版选取功能是必须要去熟练掌握的 我们看了太多人肉打印机和大神画画 会把图首绘制的能力奉为最高标准 并去追求这样作画 但是却很容易忽略 其实大量的职业艺术家 设计师都会大量使用萌版和选取工具来辅助创作 你仔细回想一下 那些工业设计手绘师 建筑设计师 喷绘涂鸦艺术家 等等他们的作画方式 是不是很多的都利用萌版在做喷绘啊 做涂鸦 并多了解一些现代艺术领域的艺术家 你就会惊讶的发现 其实绝大多数都在利用这些东西来创作 利用这些来控制那些不可控的元素 让不可控的元素更加的规则可控 会让视觉效果提升非常多 不仅效率高了 质量也比你手搓要好 所以不要太迷信那些一点工具都不用的绘画方法 相反 越早培养好这些辅助工具 做画是对你来说更有益处的 我现在就是还不太习惯经常用选取工具 这也是我现在正在克服的一些惯性思维 关于3D辅助这一块 我个人认为比起贴素材或许过于无脑了 对于绘画来说 就是打影号来说 并不是一个好的辅助 但是对于创作出更好的作品来说 它的效果确实是惊人 效率也不错 对于一个画师的个人能力来说 3D辅助我始终处于一种中立的态度 我认为比起素材的可控性和效率来说 3D其实只是可以更自动化 可能对光影的思考和 以及绘画基本功能的缺失 可以有一个很大的补足 但完全依赖3D辅助 并不利于个人绘画能力的拓展和延续 因为你可能脱离这种自动化之后 还是什么也不会 但是3D辅助带来的写实效果 是不可否认的 所以这是取决于你想制作怎样的插画作品 3D是一个可选项 但是蒙版、尺子、选区工具 这些是必选项 那么第五 暂停一切干扰 比如音乐 有很多事情都会干扰到我们画画 但是作为新人的话 我建议你关掉你的音乐 并在一个相对不嘈杂的环境中专心练习 包括我自己在内 也是喜欢听音乐画画的 一个是音乐可以阻隔其他的干扰 第二个 音乐的旋律会带来一些情绪上的波动 但是新人的话 我却建议你关掉音乐 包括纯音乐 绘画在大多数情况下 是一种非常理智的行为 我们需要操控我们的大脑、眼睛、手 来协同作画 还要跳动潜意识 还有回忆我们曾经学过的物理知识 物理常识 有时候还要来点哲学 不仅是知识调用 我们还需要计算 计算各种距离 计算各种值 计算各种颜色 并在这种高度运转的情况下 至少要持续四到十个小时 你才有可能完成一张 稍微看上去还不错的作品 在这样的情况下 如果你是一个不熟练的新人绘画者 音乐对你的干扰 那就是灾难性 各种旋律会打扰你的思绪 计算 歌词甚至会让你完全分神 从一个非常认真的作画状态 突然转到分手时候的场景 回国神 看看自己的狗屎画面 你可以想象自己有多崩溃吧 开个玩笑 但是对于新人来说 确实就是这样 所以你想要进步的快 你可能要先过很长一段时间 没有音乐绘画的日子 好了 以上几种思维习惯 就是如果能做的好 肯定能够让你高效的进步的 希望有帮到你 下次见 Peace